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港英,港英,港波经》 平时星期一晚上,我和阿当勒斯会一起做节目 会回顾过去那周的英超赛事 但是今天,我拍档阿当勒斯就没有出现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星期一晚是利物浦市的墨西德赛挖顿打比 即是利物浦对俄华顿 因为这场赛事实在太重要了 阿当勒斯就说他一定要很专心地看这场球 他就不能够好像以前惯常那样 就算有些礼拜一晚的赛事,我们都会一路看着球一路做节目 所以这集他就没来到 我刚才也在电视机里看了利物浦对爱华顿这场球 我自己觉得这场球应该是利物浦 这届英超里面打得最好的一场球 一场赛事来的 很清楚,二比零形了阿华顿 反击也打得非常之好 达文浩尼斯、加布、沙拉 新的利物浦三叉击 大家都有入球 也有助攻 虽然达文浩尼斯是没有入球 但是他打一球的助攻 你看到他打反应的速度 是有一个功架 我相信利物浦未来三个默契越来越好 都希望利物浦可以复苏 有机会再达文浩尼斯 有机会再达文浩尼斯 例如去到第七位 或者第六位 一步一步 好了 但是为什么今周阿当勒斯不在 我仍然会录一个节目 或者也不叫节目 因为我最主要就是宣传 我们星期三 因为其实我们广播经如果不做的话 即是我们今周不回顾 现在我们将会移到 今周赛事 我会移到星期三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星期三就是阿仙奴主场对曼城 英超榜首大战 我相信也是 今届英超冠军谁属的 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我相信是 所以我们就会 我们讲一下 我们讲一下波经 就会在星期三做一场直播 直播直播 除了讲这一场波之外 也会提了一个小时 邀请大家 邮民进来 和我们一起聊一下波经 讲一下波 聊天 然后一起看 星期三这场波的大战 是的 如果有兴趣 记得 我们会在香港时间 深夜两点半 英国时间六点半 就会直播 欢迎大家进来 和我们讲一下波经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刚刚那周阿仙奴 失分而回 失了两分 被奔福特 应该不是失分被奔福特 是失分被奔福特 而是失分被奔福特 我觉得 英超 几万年一场波的入球 VR 裁判也说 承认他错判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 实在 我真的是 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我相信 每一隊都有機會遇到這件事 我亦希望阿仙奴不要因為被VR失去2分 會影響今屆英超的增冠機會 今集短短其實不是一個節目 不過是一個預告來的 歡迎大家星期三晚 進來跟我和Donals 一起看這場阿仙奴對曼城的比賽 好,禮拜三見,拜拜!